今天看来是美娟 T恤对我来说是 春夏秋冬都是必备的衣服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时间 我都会穿上 尤其是白T我觉得 但是我的白T我基本上都会 有一种舞台的元素 不是无聊 我就是一边 我就是强眼 或是我套一个外套 我露一点点的那种亮的感觉 我就不会那么的无聊的感觉 那白T 纯白T 我也是有蛮多的这样 但我觉得白T不能去出国 又去出国 怎么了 随便拿一件就可以出门的那一种 就是简单的 有一些 这也是小小的图案 简单搭配一个legging之类的 我就可以出门了 这样 运动风 然后再来就是 我有很多各种颜色的T恤 我就觉得都要有 因为我想说 今天我想说要穿什么颜色 我的外套要搭什么颜色的时候 随便我就拿一件 有的颜色就可以搭了 再来这个也是一点 复古的那个 也不是复古 就像刚刚有说的一种 旺旧的over size 其实这个是男生T恤 这是男生的 男生这么高调 真的 这是男生的T恤 但是我看了我觉得还蛮喜欢 我觉得是刚好我的over size 而且我觉得我喜欢它的 有威脸的感觉 没有很男生 但是我觉得又有 我喜欢的元素在 其实美甄姐的身材很好 但因为它的T恤 其实普遍来说 其实它都是偏合身 都比较自私 因为T恤都很小贱 别人都不能穿 无法全家共穿 更卫生 好 因为美甄姐的T恤 其实普遍都是偏合身 然后加上上面 都会有很多小细节 比如说亮片 钻 然后加上美甄姐 如果又搭上就是Legging的话 其实说实话 蛮容易老气的 会喔 对 就是一搭不好 它其实那个老气感会出来 对 但是我觉得 其实美甄姐可以 再稍微大胆一点 比方说怎么大胆 比如说Legging 脱掉 脱掉 就是我不觉得可以换掉它的 你能像这种衣服吗 我就穿一个短裤 对对 就是搭一个短裤 其实穿短裤就OK 它腿都没 我常常是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稍微穿 宽松一点的 然后呈现出那个 年轻活力的那种感觉 对 不然你真的抱田天物 身材保持得那么好 对不对 真的 我觉得 要好好利用自己的身材 那意思是说 又不能穿合身 然后又要表现身材 可以 是什么意思 待会就是帮你 哎哟 改造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对 下调一下 好的 来 下来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 欢迎美甄 穿什么东西 哇 态度 真的 没有介绍她 认不出她来 很时髦是不是 真的耶 她很年轻 很不一样 不像你的Style 来 耀婷老师 你来解说一下吧 好 没问题 可能来自美甄姐 刚刚提到的就是 她会紧身T搭配Legging 就是要么就是去运动 要么就是在运动的路上 没错 但其实你可以运用一些 比如像今年的运动服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元素 比如像这个豹纹 一样保有就是你喜欢的 华丽的感觉 就是有让人家立刻就看到你的 不会像比利姐这样 不会 其实很年轻 那像里面这一件呢 其实我给它搭的 比较稍微特别一点 它其实是运动内衣 对 但是你可以就是当成单穿 对 再来的话就是像这一种 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利文有提到的 今年的短版很流行 那其实运动系列的短版也有 那如果你不敢穿像这一种 就是比较内衣型的 其实你也可以搭在里面 其实它也很好看 对 做一个短版露出一点小蛮腰 其实可以展现出身体的性感 对 夏天的时候就不用搭外套 就直接这样 对 可以直接单穿 那除了像这一种之外 豹纹如果你不敢穿得太明显的 还有像这一种 哦 粉色的 哇 有亮片 他喜欢 对 对 你看 它旁边其实是有滚那种 黑色亮片的 对对 座影若现 那其实你搭整套 其实效果看起来非常地漂亮 而且就是 完全就是走在年轻的 没错 族群里面 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像 这一种 想要穿和声的T恤 就是真的没办法接受其他款的话 其实像这一种 它是它的运动品牌 对 它是运动品牌 好 可爱 还是有可爱 这是一个猫的感觉 很漂亮的 还有尾巴 然后跟这个 就是它的手脚 而且粉色蛮适合夏天 没错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 运动方面上面 其实你可以运用很多不同的材质 然后不同的单品 去创造出不一样的感觉 对 好 然后这个就是美甄姐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换上全套的豹纹运动服 里面搭上最夯的运动内衣 一秒变身年轻辣妹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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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